这就是满足我一年世纪所用的行李 真的是超多 我们来从后面看一下 这是我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在弄车 这是我弄完车以后 车上的行李现在还没整理 待会我就来整理一下 这是我车身空的时候的样子 我车内的空间长是有2米2 宽是1米36 高是1米27 这个是空的 现在里面放的是两个电池 新的这个大的 这个是我们新买的 旧的这个是普通的千酸电池 就是汽车用的启动的千酸电池 这是我去前面找的一个 做铝合金窗户的时候焊的一个不锈钢框架 这个在焊的时候 就在下面焊了两个这样的锚钉 那么把这个放下去以后 把这个架子放下去以后就刚好和车上的孔位固定好 车上就座椅拆掉以后的孔位 两边都是这样 那么这电池再稍微固定一下 它就在车上车行驶的时候 它就不会跑了 这个旧电瓶我们就不用了 然后不要放那边了 我们其实碍事儿 我新买的这个是12V200A的胶体电池 胶体电池本质上也是一种千酸电池 只是它在电池中加入了胶灵剂 使硫酸电解液变为胶态 由于电池内部没有了流动的电解液 安全性 赖高温和低温性能 使用寿命等比普通的千酸电池要好很多 缺点是贵了很多 也重了很多 200A的电池竟然有132斤重 足足一个成年壮汉的重量 我原来使用的这个是普通的汽车启动电瓶 它的特性是适合汽车启动的瞬间大电流放电 因为咱们汽车启动的瞬间电流可能要高达几百安 而这种电池用着太阳能发电和生活用电是不太适合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经常因为没有电而无法制作视频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折叠床的架子 那么折叠床已经坏掉了 现在只保留这个架子 里面这个空洞的地方 就是它原来是这个钢丝网结构的 现在已经塌掉了 那么我们后面再用上面铺木板 但是架子还是很好的 架子没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准备了 这是把床板装上以后的样子 总共宽的床到时候会有1米2 那边最长的部分是1米9长 这边窄的地方只有1米25 但是睡的时候给人可以斜着睡 这个不成问题 反正大床应该到时候会舒服很多 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 在设计这个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箱子的开合方式 现在下面的箱子盖开合角度很小 那么我们现在的床就大体是这种形状 整个车相当于全部是床 很宽敞了 那么上面虽然下面储物 这边上的铁箱子 是我在网上定做的 总共是130升 应该是我的衣服 应该暂时是够的 就这么宽 里面到时候全部放衣服 这个是不锈钢 这个不锈钢很厚 应该沉重应该是完全够的 我定做的尺寸是非常厚的 是1.26的 1.26毫米的 我车上是装了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通过后面连接到车里面 然后就有电了 这个是通过这个车后面的这个连接的位置 直接一个孔进去 那么我们就没有在车身里面转孔 它通过这个位置穿到这边来 连到旁边的太阳能控制器 上面的是太阳能控制器 下面的是逆变器 在前面在一些朋友的建议下 我就没有再用逆变器了 逆变器用的很少了 直接用这个头 直接12伏的直流电压 那么我们手机充电的话 就直接用了一个车充 我个人的笔记本电脑到时候也是用这个了 不再用逆变器了 逆变器的话可能都一些特殊情况 实在是没办法用直流电的时候 才会用逆变器了 包括我个人的无人机 现在无人机也买了一个车充 它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12伏的电直接充电 那么逆变器的使用效率 因为比较低下 听一些朋友说是比较低下 那么直接直流的话会好很多 在下面这一组就是控制整个太阳能的充电 充放电 比如说我有时候几天可能不在车里的话 就不给它充电 那就给它断掉 那么要用的时候直接开起来 直流电也比较安全 要12伏的也不会电人 具体新买的太阳能电池使用效果怎么样 可能要等我用一段时间过后 才能给大家一些意见 这个就是12伏升19伏的升压模块 那么我们直接通过太阳能控制器 接着侧充的母头 然后它这个口也是它这个充电器也是测充口的啊 直接在网上买的 增压模块 这个东西也不贵 这个东西也不贵几十块钱 然后就可以带上我 就可以把我们的电脑用起来了 这个我买的是190瓦的 它就为了后续考虑嘛 因为我们以后可能 可能会用到 买游戏本 那么就为它升级考虑 190瓦的 还有一个问题 比较说一下就是 为什么我会用买这个铁箱子呢 不是 就是找木工做这个专门的木箱子呢 就是做榻榻米呢 做一个 因为铁箱子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上下车拆装会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是木头的东西 那么一旦时间久了 它就会嘎吱嘎吱响 它又会烂掉 它会闪架 这个铁箱子在网上定做的 价钱是770块 加上运费的话 运费还花了100 总共就花了800起 就将近900块钱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 这个铁箱子我可以上锁 因为我这个东西设备越来越多 毕竟车这个车窗就是一层玻璃 但是 如果遇到哪个不长眼睛呢 他就把你玻璃砸了 东西就给你拿光了 那么我一旦用了 用了这个铁箱子呢 可以划一把锁 至少能够 稍微有一点起到一点 防盗的作用 比如说我把车停到某个地方出去玩呢 或者去哪里逛街呢 去爬山呢 那么停在一个地方的话 心里稍微会安全一点 还有一个比较值得一讲的就是 为什么用太阳能发电 而不是买这个发电机 静音的发电机 因为在我的视频下 不只有一个朋友在下面说 你为什么不买静音发电机 为什么不买静音发电机 为什么 要去搞这个电池 为什么要去搞这个太阳能发电系统那么麻烦 其实用过发电机的人应该都知道 无论它再怎么静音 它也是那种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响的 会让人发疯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如果把它装在车上的话 你要用电的时候 你还来打那个发动机吗 肯定是不现实的 或者说你还得拿下来 拿下来找个地方专门给它放着 一直开在那个地方噼里啪啦的响 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所以有货 我也恳请大家不要再提这个问题 我也不会再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肯定不会买那个发电机 放在自己车上的 因为那是非常傻的事情 太阳能发电系统是很多做房车的朋友 是首选的 无论你看的这个 几万的房车还是几十万的房车 上百万的房车 还是自己改房车 都没有人去带发电机的 一定是用太阳能发电 那么我车内改装的部分就讲完了 就是大家也如大家看到的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做太多的东西 其实越简单越好 旅行这么长时间下来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做太复杂的东西 反而不实用 简单实用耐操 这个是在户外生活 或者说是我旅行那么长时间以来的经验 你不要去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最终造成不耐用或者是不实用 白花钱 白白费时间费力气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心理非常多 待会我就把它装上车 我认为这个是在户外 好 你不能再从来 自己做这个 现在就像个人的心理 你不久 你不久 我来聊天 我去聊天 我来聊天 你不久 我来聊天 昨天刚刚装上车的新的太阳能电池有问题 好心累 昨天才刚刚把它装上车 现在有问题 充电电压特别高 不能用 要退掉 好惨 刚刚装上车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得拆掉 没错 没有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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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有未知 我看你 没有 不 没错 感谢观看